外国媒体报道 穆里尼奥获葡萄牙组总邀请接掌国家队率应 顶替即将离队的费尔南多桑托斯 葡萄牙本届世界杯八强 不敌摩洛哥出局 主教练费尔南多桑托斯继16强 对瑞士一仗后再次贬塞罗TT补 赛后被塞罗女友乔治·纳罗德里格斯 塞罗姐姐卡迪尔等大肆抨击 不过这位老帅坚持对排阵并不后悔 也没有及时请辞 据葡萄牙球报报道 本在2024年才完约的费尔南多桑托斯 六日内会被葡萄牙组总辞退 据指葡萄牙会以目前 执教一甲球队罗马的穆里尼奥 为头号兼任人选 这位葡萄牙史上最成功教练 曾先后在葡萄牙 意大利 西班牙和英格兰 合共八次赢得顶级联赛冠军 带领布尔图 国际米兰 夺德欧冠 一赢过欧联杯跟欧协联 横扫欧洲各级别俱乐部赛事冠军 虽然穆里尼奥现执掌一甲球队罗马 合约直至2024年 最近他更有意续约 不过这五组葡萄牙的决心 报道称 组总向穆里尼奥开出还有条件 吸引他加盟容许他同时担任 罗马跟葡萄牙国家队主教练 值得一提 过去兼任俱乐部跟国家队主帅的例子不多 出名队友前曼联主帅福格森 与荷兰教头西宾克 前者在执教曼联前 于1985至1986年间 同时掌管苏格兰代表队与苏超阿伯丁 后者2009年带领俄罗斯国家的期间 就短暂出任过切尔西临时主帅 而其实早在去年4月 费尔南多桑托斯就曾表态 希望穆里尼奥能接任 我的计划是留置2024年 之后才去考虑我想做什么 穆里尼奥会是很好的继任人 穆里尼奥昔日日曾屡次表明 期待有一天能执教葡萄牙国家队 2020年他是这样说的 我想成为国家队主教练 我想经历一次世界杯或欧洲杯 感受一下这些短期的大赛 不过这支国家队是否会是葡萄牙 打从心底我是想的 但执教自己的出生地会十分困难 如果穆里尼奥最终上任 曾跟他与皇家马德里共识三级的C罗 国家队生涯或有望翻身 这位今年37岁的葡萄牙球星仍未延退 或剑指两年后的欧洲杯 知人上任的穆里尼奥 也许能助他一地之力重夺首发 不过当年二人在黄马 也擦出过不少火花 如果再度合作 也要再度想方便好好磨合 葡萄牙国家队下一个任务 正是18个月后举行的欧洲杯 球队明年3月起会先踢预选赛 跟波黑 冰岛 卢森堡 斯洛伐克 列支敦士等争夺小组手 两名出现自得